我叫高盛寒 高处不盛寒的高盛寒 代号飞扰 是本次霹雳火特战集训的总教官 你们一共有一百二十亿人 参加本次集训 但是其中 只有二十人可以胜出 成为未来霹雳火 空降救援突击队的经营战士 在成为霹雳火 空降救援突击队经营战士之前 首先要成为一名 中国陆军的合格大突击队员 你们知道 什么是突击队员吗 你曾经想过自己 有朝一日 在缺氧极寒的万米高空 负重六十五公斤 从机舱一跃而出 自由坠体 在距离地面一百五十米 甚至更低的地方 才能打开散吗 在突击队员的日常训练当中 第一阶段就要有五次 而且其中一次 是在伸手不见无知的黑中进行 这五次 我们全部要求全副武装携带实弹 包括你身上的手雷 都是真的 你曾经想过自己 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负重五十公斤 长途跋车九十公里 骑车有二十公里 是极限山地盘腾吗 那里根本没有路 到处都是悬崖峭壁 连狼都爬不上去 你曾经想过自己 可以熟练地操控 二十二种枪支和火炮 可以熟练地驾驶 坦克和装甲车吗 你曾经想过自己 在冰冷几寒的深海 在五千年经测当中 穿过密布水雷 和反弯上海豚的水下封锁 去完成九死一生 炸毁敌人航母的任务吗 同志们 我想让你们好好想一想 不要说是实战 就算是在日常训练当中 如果你不能按照 规定时间离开 暴大的水下重击波 会把你的五脏六腑都阵列 你会像一个 破损的皮球一样浮出水面 我刚才说的 都只是一名突击队员的 日常训练 赤手空拳 隔杀持枪敌人 来无影 去无踪 穿过敌人防线 千米之外 取提球手机 这就是突击队员的 日常生活 我们要求突击队员 进入 人际罕至的原址森林 隔壁血源 在很多森林里面 万年阳光都照不进去 就连是 阮波 想起来都会心真胆战地显静 那就是突击队员的家 在那里有随时取人性命的毒蛇和猛兽 就是突击队员的盘中餐 而你要作为一名突击队员 必须要吃掉他 否则他就要吃掉你 在很多特殊的关键时刻 一名突击队员 就可以扭转整个战局 甚至挽救国家的命运 中国陆军的突击队员 是真正万里跳跃的勇士 平均 在一万个 申请报名者当中 只有一个人 有资格 有能力 来到我这儿 接受最基础的训练 而这不是结束 这只是刚刚开始 然后再经过军队多年的培养 才能成为一名 中国陆军合格的突击队员 霹雳火 空降救援突击队 又有着特殊的职责和使命 不过是要突击 还是要救援 当战争来临的时候 我们的直升机 运输机 轰炸机 战斗机 在敌后被击落的时候 我们就要出动 带给我们幸存的飞行员 回家的希望 当地震 洪水等自然灾害 在我们的城市 相处肆虐的时候 我们就要出动 去履行我们人民子弟兵的 过受使命 当我们同胞 因为战争或者暴乱 被搁射在海外的时候 我们就要出动 保卫我们同胞的生命安全 无论地面有什么危险 是枪林带雨 还是山崩地裂 霹零火 空降救援突击队 航步犹豫 一无反顾地会掉下去 保护我们的同胞 安全回家 我不管你们是谁 你们到这里 有什么样的目的 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未来 我 只关心一件事情 就是我说的上述情况 在将来某一天发生的时候 如果让我感觉到 你无法帮助他们遇难者 我会让你马上离开 我会让你马上离开 明白吗 明白 明白好 这就是我说的话 在霹零火 他人的生命 高于我们自己的生命 同志们 不用我再多说了 你们就该知道 这有多危险 怕了吗 不怕 不怕就大点事 不怕 霹零火 空降救援突击队 作为一支 有着特殊作用的特种部队 对人才的选拔 有着特殊的要求 我们要求我们的队员 不只是突击队员 还是战地医生 搜救专家 工程维护专家 信息处理专家等等 总之一句话概括 霹零火 是战场上的前兵 霹零火 是生命的保护神 霹零火 是第一种从天而降的天使 你们听懂了 现在回答我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们的事实上 有没有人想跟我说点什么 我是说 你们有没有人后悔了 有没有人胆怯了 有没有人犹豫了 听到我说过安全的想退出 想回原单位的有没有 报 报 报 这里没有人犹豫 我们时刻准备着 坚守最严酷的考验 你们 你是谁 你能代表所有人吗 报 说 不能 报 我只代表我自己 我来到这儿 就算做最好的 夏世 请问你笑什么 我 我什么 我 报告 说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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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笑 报告 说 他笑了 但是因为他乐观 他 他不是坏人 又来一个多嘴的 我请问你 你是他代言人吗 还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报告 撤 那不是 虫的 你们觉得很可笑是吗 一个无缘无故的笑 一个多嘴多舌 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 会连累你们全体所有人受罚 我宣布 俯卧城准备 我不想重复命令 俯卧城 一百个 开始 我告诉你们 团队协作 是你们要上的第一堂课 也是在这里 贯彻室中的一堂课 如果你们不介绍或者受不了 现在就可以推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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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冠 老冠 这下咱俩可把大伙给得罪了 就跟你说 不让你来 碰着个神经病啊 行行 你们两个体能太差了 坦不忍睹 屁股腔那么高干什么 人在笑 在笑独立做服务证一百个 快 你不行的 不要勉強的 不要勉強的 自己 你不可能撑得住啊 你已经不是个小姑娘了 体能不可能跟你伤 我告诉你们 男人和女人 会是一样的标准 因为你们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要去执行一样的任务 完成不了的 随时可以退出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 在我这里 我是不会怜悯你们的 因为我现在怜悯你们 到了战场上 此时是不会怜悯你们的 我知道 你们性别不同 基础也不同 没有关系 我不是嘴上说的 男女平等的人 我会把男女平等这四个字 复住时间 继续